北角炮台山到日前發生交通意外 一名84歲的士司機駕駛的士落車 懷疑失控撞傷3名過馬路的兔人 令人關注年長司機的生理健康問題 運輸署署署署沛說 檢討駕駛執照持有人 體格證明機制專家小組 今個月底開會討論 如果條件成熟 將很快就相關內容諮詢業界 並提交立法會修例 但他強調體檢要求要取得平衡 司機的年紀有高齡化的趨勢 這個在香港來說也是不爭的事實 有一些司機當然可能是空閒的時候 出來所謂過日神 但也有一些司機可能他仍然為生計 覺得需要繼續去做這個工作 我們都要平衡到 不要對他們造成太大的一個不便 或者是浪費他們太多的時間 所以這裡是需要找到一個平衡的 現時法例要求70歲以上的商用斜視機 最少每三年做一次體檢 醫學會就認為頻率比較少 三年做一次其實是比較少的 因為三年特別是如果是70歲以上 可以身體狀況轉變得很重要的 慢性疾病比如糖尿病 你很好控制其實它雖然 出現問題的風險是提升了 但大部分都OK的 如果你譬如飲食我又平時不健康 有時吃很多的就很少 又不記得食藥 那既然血糖過低或者過高的情況 而導致雲炎或者甚至休克 那機會就大大提升了 香港汽車會會長李耀培就建議 改為在醫院為司機進行體檢 包括嚴血、嚴尿 和進行心電圖檢查 政府都應該考慮為有需要的司機 提供優惠 甚至免費體檢 確保司機身體健康 鳳凰偉士記者 黃曉雯德